一樣我把那個畫面共享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再來看 接下來呢我們這個課程的話基本上 主軸的話大概是以E-Sale 了解E-Sale的一些比較進階功能 為這個設計的課程重點 待會的話我會講一下這個幾個綱要 包含第一個我會自我簡介一下 然後還有一些相關的參考書目 另外的話課程稍微做個簡介 因為八次上課說真的其實要講的內容其實還蠻多的 尤其是我主要重點會把它放在如何解決問題 模擬一些工作上可能會遇到的情況 那要怎麼樣能夠見招拆招 並且有效率的可以很快的把問題解決 然後底下的話呢稍微說一下就是我們課程目標 當然呢其實工作上面因為因應這個大數據時代的來臨 那所以如果假設你不能夠很快的把一些資料 快速的處理完畢啦說真的你就自然而然會需要不斷的加班 那就會陷入到一個負向循環 所以如果你希望工作能夠有效率 能夠呢 大概時間還沒到你就已經事情做完 那當然相對的你會多出很多的時間 那你可以再學習或者說你可以有一個緩衝時間 那所以呢這個部分呢當然你必須要培養一下 Excel裡面的一個 VBA的程式設計的專業技能 然後另外的話 你也可以增加那個職場升遷跟轉職的籌碼 那實際上也就是說呢 其實很多人對Excel雖然有在用 但實際上 基本上沒有把Excel應該有的水準發揮出來 也就是說呢 當然第一個啦 Excel裡面哪個部分是最重要的 當然用最多的基本上就函數嘛 所以哦 函數到底有幾個 所以我剛剛有一個問卷題目 就是問你說到底這個Excel內建大概有幾個函數 其實基本上啦 根據官方的說明 其實基本上大概就是250幾個 那這個數量會增加 因為新的版本 越新的版本 Excel的函數會越多 好像沒有減 好像他不會把舊的拿掉 他只會增加新的 像新的版本裡面 比如說V-look函數 之前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只能查第一欄 但是如果你要比對的欄 不在第一欄 那你就用V-look函數就不行 所以他有一個X-lookup 但是僅限於最新的版本 像2019以後的版本 另外的話 第二個就是從函數呢 因為函數畢竟 還是需要土法煉鋼 滑鼠鍵盤你要敲 敲完之後才能做 但是如果你假設重複性動作太多的話 那我是建議 你乾脆可以學會所謂的VBA 那VBA其實 它有一個比較簡易的功能 就是說可以把這個 有些VBA 其實VBA就是程式設計 那如果你假設不會寫的程式 在Excel裡面有一個還蠻不錯的 人性化 友善的功能就是錄製聚集 也就是說呢 它會把你滑鼠鍵盤的動作 自動幫你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其實聚集啦 講白話意思就是Excel自動幫你寫出來的程式 可是它怎麼寫出來的 其實講白的就是 它記錄你滑鼠跟鍵盤所做的動作 它自動幫你把對應的程式給寫出來 那你想說那老師跟VBA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白話意思 其實因為鍵盤跟滑鼠的動作錄下來 程式有些時候是太拉拉扎的 可能步驟有10個 但是如果你寫VBA的話 其實可能只要兩三行程式都寫完了 所以有的時候 當然錄製聚集也是個方法 因為你如果完全不會寫VBA的人 錄製聚集好像OK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還可以再進一步了解一下 如何可以把你的工作流程 再順一下 讓那個程式變得更加的清爽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因為這門課程其實就會牽涉到 在Excel裡面要寫一些簡單的VBA 那裡面的話包含哪一些 包含就是說怎麼樣建立變數 那所謂的變數 白話意思其實是你暫時要存放資料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變數 那放哪裡? 放記憶體裡面 再來的話就是回圈 OK 所以這個後面我們都會用到變數 比如說I、A、X 回圈的話呢 基本上有點像是重複做什麼事 也就是說Excel裡面 就是電腦裡面最強大的部分 就是可以重複做他不會累 但是人重複做會累 所以你可以把重複的事情 其實交給電腦做就OK了 另外還有就是邏輯判斷 也就是重複做裡面你可以加一些邏輯 讓他知道說把什麼資料放在哪裡 OK 或者是把需要的資料篩出來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程式撰寫 再來的話就是說 學會VBA的表單設計 或者甚至直接就是把Excel當資料庫 現在蠻多人已經把Excel當資料庫來用 但是能不能 你想說Excel是不是資料庫 其實這Excel它算不算資料庫 其實你可以把Excel 或者你用另外一句話 現在還蠻夯的叫什麼 類資料庫 OK 其實Excel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就是希望能夠讓 原本的複雜繁瑣的資料庫概念 讓它簡化 所以有些東西都幫你跳過了 因為這樣的關係 其實你會發現 以前可能會用到資料庫的 慢慢好像大家都不喜歡用資料 那只是說 如果你要把Excel當資料庫來用 你可能要知道幾件事 第一個 資料庫 當然 筆數限制 不會像Excel那麼大 Excel的最多筆數 就是一個工作表 最多只能放 104萬多筆的資料 假設你的資料量 會超過100萬筆以上 那Excel顯然可能就比較不適合 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假如說 你希望你的資料量很大 然後你又希望效率很高的話 那我還是建議你用資料庫吧 可是喔 如果不是 你可能資料量其實沒那麼大 然後呢 其實也沒有 對於那個效率要求沒那麼高的話 只是希望簡單 那其實我還蠻推薦你用Excel的 OK 也就是說你不需要說一下資料庫一下也是有 再來的話就是說 後面進階功能可以再學會 比如說你可以再去寫一些網路爬蟲 或者是諸如此類的一些相關的應用 那當然呢 前面的入門課程部分 比較偏重在單一個工作表 但如果將來呢 你可能有多工作表 或者是說你可能需要查詢功能的話 那後面當然進階班裡面主要就學這些 包含就是說跟資料庫串接 多工作表 因為在Excel裡面的話 你可以建很多工作表 那互相資料怎麼做交換 你可以 合併 把很多個工作表 合併成一個工作表 或者把一個工作表裡面資料 分開成好幾個工作表 可以分也可以合 那同樣的道理 工作簿 其實工作簿就是Excel檔案 檔案可不可以分割?可以 可不可以合併?可以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也就是一個延續性的 那我是建議可以循序漸進 那其他還有像網路爬蟲等等的 甚至呢後面 當然我蠻強調你 學會樞紐分析表 其實樞紐分析表 非常簡單好用 做報表非常好用 然後呢 還可以再結合他的視覺化 像樞紐分析圖 可以呢 快速的把圖畫出來 讓人家一目瞭然 OK 甚至未來 還可以跟什麼 跟Python做協同應用 OK 大概一個目標啦 那接下來的話 我簡單介紹要我自己啦 其實 如果你在網路上要找到我的資料 其實還蠻簡單的 尤其在YouTube上面 或者在Google上面 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我相關的文章 所以你搜尋吳老師 或吳老師教學 吳老師教學 我記得第一個就是我的部落格 第二個就是我的YouTube頻道 OK 然後這是我的相關的 簡單的資料啦 其實我會來教這個課程 其實主要的一個因緣 就是因為我長期在網路上 分享一些文章 然後也錄了一些影片 放在網路上面 那因為這樣關係 因緣際會就得到很多單位的邀請 像我們東吳啦 還有像台師大啦 像文化啦 智強等等的 OK 還有一些業界的相關經驗 那我最早的話 是擔任程式設計師 然後有五年的那個資訊公司的那個執行長的經歷 OK 那之前的話 其實大部分時間就是用程式來解決效率上的問題 然後節省人力上的問題 因為程式寫完之後 你會發現 哇 很多人就不需要了 然後效率也就大大提高了 那你可以把這些人 把它去做別的事情 甚至呢不需要那些人了 當然相對的也就可以節省成本 人力成本 那這是一些獎項 OK 那我的證照超過30張 最近拿了像POWER BI啦 或者像Python啦 相關的證照 OK 那參考書目的話 這個是可以有 當然你如果有時間 我是建議你可以多閱讀 包含就是說 比如說像Excel裡面的所有函數啦 因為 就是Excel坦白講 我覺得它最重要就是它的函數 所以假如說你對於函數 Excel裡面函數不熟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花一點時間 徹底的了解函數 那當然這個函數不是叫你死倍 而是呢 你要了解它函數的 使用的邏輯跟使用的精神 也就是說你最好是學一個其他的也可以延伸出去 也就是說有250幾個函數 不需要每個都一定要用過你才會用 其實它有固定的邏輯 所以如果你要抓到那個要領的話 那很多地方 你就會每個函數你都會用 那這本書的話 其實就是468招 實際上就是468個函數的範例 然後其他還有像VPA 那VPA其實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每一本書寫的重點都不一樣 寫的方向也都不一樣 那有的是寫的 不過大部分還是偏重就是說 寫的有點太繁瑣了 而且敘述上面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懂 所以我基本上會用比較直白的 話讓大家知道一下 也就是說怎麼樣去撰寫對應的程式 然後如果你比較擔心說你程式部分寫不好的話 我會把我寫好的原始碼 會放在雲端上面 你們只要在雲端白板上面 就可以看到我寫的這相關程式 後面的話我會把它分成五大類函數 分別做介紹 所以今天的話 基本上我們會先從第一個文字與資料函數開始講起 所以待會的話請各位下載那個 就是我們的範例檔 範例檔裡面的話 解壓縮之後找到文字與資料函數的文字與資料函數 打開之後的話 可以試試看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完成我剛剛講的 把這三個欄位的資料合併 合併成一個欄位的這個手機號碼 那規則在這裡 其實主要要解決什麼 第一個怎麼串接 串接就M的符號 第二個的話解決減號 減號這個就把它加上就可以 第三個就是如果不是3碼的話 那你要補上幾個0的問題 所以補上幾個0的話 你其實可以用REPT REPT是重複 重複幾個0 那我怎麼知道重複幾個0 那你可以用LEN LEN的話是算一下什麼 這個儲存格裡面到底有幾個字 那也就是說 如果假設它不足3碼的話 也就是說它如果不足3碼 如果像這個兩個對不對 3-2等於1 那就是補一個0的意思 所以補一個0是REPT 幾個0 那像這個是3-3 裡面一定要三個字 3-1等於2 所以前面要補兩個0 有沒有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2的訊息 補在前面兩個0 怎麼知道要重複 重複幾個0的話 那可以用REPT REPT函數 它可以告訴它說 我要重複兩個0 它就會知道說該補幾個0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第一個 有沒有辦法用REPT加LEN玩 當然如果你假設不熟REPT加LEN的話 你可以切到第一個範例裡面的 前面的工作表 試試看 比如說 銷售量如果有100就給一顆心 有200就給兩顆心 當然因為它不足的部分 就捨棄掉了 也就是說 只看前面的這個數字 1 2 4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重複幾個0的話 那你可以插入函數 第一個 直接把游標放在這個C3儲存格 然後找到文字類的函數 OK 那文字類裡面函數的話呢 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有一個REPT 所以你可以找到REPT之後 可以告訴它說我要重複什麼文字 TEST 重複幾次 重複幾次的話是根據銷售量除以100 100給一顆心嘛 所以你會發現 它出來的結果會是1.58 那當然心號裡面沒有1.58這個東西 所以基本上它就會留下整數的部分 但是其實比較精確的應該是加一個INT INT 那什麼叫INT 前刮符 再一個後刮 INT其實上就是int 就是整數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點58 反正有小數點就無條件捨去掉 OK 當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應該就自動完成 可是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向下填滿之後 它的這個數字 假如說是列後面C1的1 理論上應該要固定在C1 因為信號一定在第一列上面 可是如果你假設沒有把它鎖住的話 它向下會變C2 向下一個會變C3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鎖起來很簡單 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這樣的話你向下填滿 打個勾 它就不會自動幫你加1了 所以這樣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C1 下一個還是C1 下一個還是C1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 最後的那個 重複幾個信號的這個需求 另外一個L1N L1N是算幾個字嘛 所以你可以把它往上捲 游標放在C3 一樣C3 插入文字類函數裡面 你們找一下L1N 然後呢 Tesl 你文字在哪裡 我幫你數的文字 你跟他講說 在B3 他幫你數完之後 10個字 按確定 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理論上這兩個應該是錯誤的 為什麼? 因為身分字號不可能有11碼這種東西的 OK 所以喔 假設我REPT加LEN都會的話 那我要怎麼把它套用到這裡 可以幫我完成這個手機號碼的串接動作 OK 那請各位呢 先試著做做看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解決 把後面這三個串接出來的結果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我把畫面先停止共用一下 那請各位啦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是把那個練習檔打開 那當然啊 盡量能夠跟著做就盡量試著跟著做 那假如說你比較跟不上的同學沒關係 你不用擔心 課後的話呢 我是建議 你可以再 跟著那個我上課錄影的影片 也許可以再把它重複再聽過 或者是說把你比較不熟的部分 再看過 最重要的部分 還是要實做 反正 用看的不算 記得一定要實做看看 尤其是後面比較難的 像錄製聚集 跟VBA的部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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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